本期话题 番茄的功效与作用 王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 主任医师 番茄的功效和作用 番茄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蔬菜 它的作用也是比较多的 番茄我们首先讲 它是清热心筋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参与 它是常用的蔬菜 也可以当水果吃 清热心筋 或者生筋质口作用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口干口口 或者疲劳这些作用 另外它还有具有 比如说补血 抗菌消炎这些作用 现代研究的番茄 其实药的作用是比较多的 它的保健功能也比较多 因为它含的维生素 应该是非常 特别是维生素是非常高的 对比如说眼睛 它就有明目 对皮肤 它就有护肤作用 对胃肠道 那么它就有通便 然后它一个处境 有胃肠的功能 如果对血管 就是保护血管 尤其是它具有 较好的酱糖 比如说糖尿病 我们通常鼓励吃番茄 因为它的酱糖效果 也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 维生素 处境的质值代谢 对酱质效果也非常好 另外呢 它还有就是比较 就是血液成分 需要要求比较高的 对养颜 对润肤 养颜 明目 还有提高抵抗力 还有呢 就是抗肿瘤 这些作用的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整体来讲 西红柿是鼓励大家 经常使用的 蔬菜和水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